欢迎收听6月18号的明示Podcast即时新闻 澎湖渔民清晨在海峡中线附近捕捞小馆的时候 惊见中国的潜水艇突然浮出海面 同时另外一艘军舰赶来支援 一同朝中国的方向行驶 军事迷脸书社团贴文研判 不排除潜舰有故障的可能 还推测浮起水面的潜舰 可能是中国最新的096型唐级核潜舰 中国试图模糊海峡中线的存在 这回出了让中国的潜舰现身 17号更有15架解放军机越过海峡中线侵扰台湾 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一切动作都有所掌握 台海安全旅程国际焦点 最近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 在接受外媒专访的时候 谈到了美军规划 以海量无人武器部署台海的地域景象策略 估计有多达数十项专案正在推动 要给亲台的共军迎头痛急 而AIT台北办事处长孙小雅则认为 许多台湾民众对于中国侵扰不以为意 他建议避免恐慌 但是也不要对风险变得麻木 网红孙兰佐上周末现身心意商圈 一旁的经纪人还背着一把瓦斯火枪 警方认为有违反设违法的疑虑 传唤诸信经纪人道案说明 一直到昨天深夜 他才现身心意分局 强调火枪不在枪炮弹药管制的范围内 只是比较大型的打火机 警方虽然要他带枪送宴 但是孙安佐认为没有违法 不愿意交给警方 孙安佐研发火枪游走法律灰色地带 只要没有攻击意图 警方也拿他没辙 南投县政府消防局 接获了许姓女山友报案 指出一行11个人的登山队伍 在这个月16号攀登玉山 预计17号登顶玉山之后下山 但其中一名黄姓山友下山途中 在玉山主峰下方大约150公尺处 不慎滑落边坡 其同伴呼喊没有回应 而且看不到衰落者 立刻报案请求救援 警校来到现场协巡之后成功巡获 但是山友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明显死亡 台东知名旅社波尼多小旅宿 遭到女游客爆料 陈姓负责人在浴室装设针孔偷拍 而且摄影机还未装成了小夜灯的样子 女性游客发现之后立刻报警 昨天县政府来到现场稽查 不过民宿大门申索 电话也拒接 今天县政府来到现场直接宣布废止其民宿登记证 并且处50万元罚缓 事发之后 诚心业者在网络上道歉 并且发文表示 波尼多小旅宿即日起停止营业 并且将来也不会再从事旅宿相关事业 并且再次郑重的向受害者以及社会到众道歉 旅美好手张玉成今天在社群平台宣布将回台参加2024 终止新人选拔会 握有状元签的富邦汉将也透过新闻稿表示欢迎 根据汉将新闻稿说明 张玉成今天将会透过经纪公司递交报名表正式投入终止选秀 富邦汉将也允诺将会展现最高诚意 与张玉成讨讨论加盟合约的细节 待选秀并且签约完成之后将会另行宣布 而张玉成的哥哥张静德目前也是富邦汉将的一员 如果顺利披上富邦战袍将会是兄弟再次同队打球的佳话 美股四大指数收红也让台股延续多头格局 早盘大涨了291点 最高来到了22,787点 续写台股新高 最终收盘售在22,757点 其中护国神山台积电盘中更占上了950元的历史新天价 引领AI族群涨势 分析师认为台股还有望再创新高 但是目前涨多的中小型AI族群 已经开始做修正整理 一旦全职股出现卖压 民众就得小心了 以上新闻由民事新闻部制作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也请上民事新闻官网搜寻